嗨大家好,我是Waze频道的Yuki 今天想分享的电影是《冰河世纪》 讲述在《冰河世纪》这个充满惊喜与危险的芒花时代 因为一名突如其来的人类青 让三只性格迂回的动物物得不凑在一起 临时通到小宝宝的保姆,重返家园的故事 咦也喝黄河世纪 咦,咦,咦 咦,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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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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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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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召集之下,遇见正在牵引的乌龟,却好奇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,但是乌龟不想搭理希德就离开了。 此时,希德不小心踩到乌龟的爸爸就只好亲礼,因为冰河世界即将到来,犀牛兄弟正在欣赏唯一存活下来的一朵菊花。 希德来到此处还不忘跌跌不休地把爸爸都撒在犀牛兄弟的身上,这还不用紧,还把唯一一朵的菊花吃了,所以冷靡了犀牛兄弟并要把希德撞死。 希德在逃跑的时候遇见了曼妮,并请求他伸出援手。 本来莫不关心的曼妮,开口说不想帮忙,但是看到犀牛兄弟欺负弱小,还是巴刀向住把犀牛兄弟打倒了。 另一边,心怀不悔的慈虎们盯上了人类的小孩,所以在清晨来到的时候,闯进了人类的村子。 狼狗见状不断地恐叫,并惊醒男人们出来,和慈虎们打斗。 这时,轨迹多断的迪雅哥,趁没人注意时,撞进了小孩的房间,但被小孩的母亲发现了,所以母亲赶紧抱起了小孩逃走。 父亲想去帮忙,又被慈虎们阻止了。 母亲逃到了尽头,迪雅哥步步避进,母亲为了躲开迪雅哥的攻击,带着小孩跳下了步步。 迪雅哥与同伴会合,因为没把小孩抓到,所以被自己的同伴排挤。 迪雅哥为了弥补过失,独自一人寻找小孩的下落。 孤生一人的细德没有同伴和亲人,所以跟随曼妮来到了步步边,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母亲。 母亲用尽最后一口气来到了河边,把孩子送到岸上,就沉入河里了。 母爱是很伟大的,宁愿牺牲自己,也要俊活孩子。 曼妮一开始并不想招惹麻烦,看到了小孩不想理会她,但是细德不忍心, 看着小孩就这样死去,所以想把孩子带回家人身边。 因为曼妮不想做刺利不讨好的事情,所以细德只好自己一个人护送小孩回家。 而曼妮口说不帮忙,还得担心什么都做不好的细德。 细德护送小孩的时候,为了走捷径,直接爬上山崖过去, 在没爬多高的时候,细德没把小孩抓好,所以小孩从天而降。 幸好曼妮在山崖下准备接住小孩,有预谋的迪雅哥出现了,把小孩接住,并说要帮助孩子重返家园。 但曼妮总觉得迪雅哥心怀鬼胎,所以只好答应于细德,不送小孩回家。 当一抵达人类的部落,那儿早已空无一人,此时迪雅哥又出现了,告知知了人类的去向。 所以自己要把小孩带上,曼妮觉得迪雅哥有诈,所以坚决要和细德一起塌上,慢慢的寻倾路。 走到不远处,小孩开始哭闹,细德只好帮小孩换尿布,但是小孩还是在哭闹。 在困扰小孩为何哭泣时,发现附近就有一颗西瓜,曼妮拿起了西瓜,又被怪鸟抢走了。 细德他们跟着怪鸟来到了他们的巢穴,曼妮试着谈判拿和自己捡到的西瓜, 但是怪鸟死都不肯给,还攻击西德他们,好笑的是,怪鸟在打斗中,也一同失去了两颗西瓜和多名伙伴。 这时,生下了最后一颗西瓜,西德利用自己微弱的力量,闭着眼睛也成功突破了怪鸟群。 得意忘形的西德直接把西瓜甩得稀巴烂,感到饥饿的小孩终于填饱了小肚子。 到了晚上,西德一说是晚安,就睡着了,慢点害怕迪雅哥会抓走小孩,就时时注意着他。 因为整天下来体力已耗尽,所以曼妮还是睡着了。 迪雅哥发现曼妮睡着后,就想抓住小孩。 此时,同伴出现,不不及待出手,并迪雅哥阻止了。 因为迪雅哥有更大的邪恶计划,就是打算设下陷阱, 把曼妮带到慈虎的超穴,竹类就能饱餐一顿。 一到清早,曼妮发现小孩不见了,所以怀疑迪雅哥抓走, 但远处听到西德正在和人说话,原来西德正在沼泽泡妞, 还带着小孩,所以曼妮带走了小孩, 西德他们又开始上路了。 在路途中,西德又创建犀女兄弟了, 为了摆脱他们,与迪雅哥做戏, 假装自己死了,瞒天过海。 走着走着,西德他们来到了雪地, 冰河四季已经有了红绿灯。 在迪雅哥不断的引路之下, 慢慢的开始靠近磁火的超穴, 重点是他们完全不知情, 经过分岔路口,遇到了松鼠, 曼妮就询问是否看过人类经过, 松鼠不会说话,只好匕首画脚, 西德和曼妮就不断的猜,松鼠在表达些什么。 迪雅哥害怕事情败露, 所以一脚趾把松鼠摊得远远的。 之后他们不断的赶路, 来到更寒冷的地方, 天空还不断的飘着大雪, 此时迪雅哥提议走捷径, 西德就和迪雅哥斗着玩, 无奈烦的迪雅哥大声喊叫, 声量大的惊动摇摇欲坠的雪崩, 为了躲开雪崩,就来到腐穴的捷径, 经过参观冰冻的动物遗述, 就来到大型的话题场。 在惊险的话题又遇见了松鼠, 松鼠好不容易把心安的果实埋藏好, 遇见了西德他们搅局, 所以松鼠又要找更好的埋藏地点了。 然后西德他们来到人类曾经居住的地下宾库, 也发现了人类留下来的壁画, 上面画着三只长毛巷, 这时他把眼睛灯得大大的, 同仁里流略出满是向往, 留恋与悲伤,愤恨, 他向往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, 留恋那种一家人在一起的幸福时光, 被人类杀死了家人而悲伤, 所以曼妮对很多事情都漠不关心, 这里也反映出人类的欲望, 造成都面临冰威绝肿。 另一边, 小孩的爸还是在努力地寻找儿子的下落, 但是竹人们觉得小孩已经死了, 所以要他放弃, 父亲坚持到现在都是因为爱与责任。 冰河世纪可说是天气莫测, 在西德他们经过冰川时, 突然地面开始灼热起来, 地面开始崩塌, 火山突然冒发了, 系得他们有惊无险地通过了危险, 但迪雅哥即将掉入岩降中, 曼妮此时冒死把他救了, 理由却是很简单, 就是因为是朋友, 自己却惨遭掉入岩降, 幸好便快在高温中产生出水蒸气, 把曼妮碰回了地面。 经过了这件事情后, 迪雅哥与曼妮慢慢从敌人变成了朋友, 到了晚上, 小孩开始学会走路了, 保姆们都为这件小事情, 他信得不亦乐乎, 第二天即将来到浮血时, 迪雅哥改变了主意, 旁白了他的目的, 还打算帮助西德他们渡过难关, 让他有将功不过的机会, 然后西德作为诱饵, 把慈虎们引到陷阱里, 曼妮丢下树桶, 把慈虎弄得偏体鳞伤, 解决了敌人, 西德就去接围小孩, 没想到还有一只慈虎, 偷偷地在后面跟着他, 慈虎就发起偷袭, 被西德发现了并且躲开, 还成功解决了他。 曼妮解决完敌人后, 大boss此时就出现了, 想解决掉曼妮, 迪雅哥这时倒戈相向, 背叛了同伴, 跟和同伴打了起来, 但是大boss实在太强大了, 把迪雅哥打伤后, 就来对付曼妮, 正当大boss给曼妮致命的一击时, 迪雅哥挺身而出挡住了, 曼妮找准机会把大boss撞倒, 就这样被冰刺决绝了, 其他此舞见大师一去, 就逃之夭夭, 曼妮也被迪雅哥的举动给感动了。 另一边, 父亲寻找了许久, 也苦无结果, 准备选择放弃, 并把项链安置好就打算离开此地, 上天不敷有新人, 曼妮找到了父亲, 但是父亲以为曼妮要来攻击他, 所以举起了长矛。 双方正要开战, 此时希德带着小孩出现, 父亲才停止了竹人的攻击, 抱起了小孩。 为了答现希德他们, 把儿子的线念送给了曼妮。 再来到离别之际, 小孩也对希德他们依依不舍, 给予不舍的拥抱, 迪雅哥抱着伤口, 也对小孩做出最后的道别。 这故事让我想到了远古时代冰川的巨大, 与现在的气候变软, 如果人类没有出现, 没有破坏环境, 这个世界的冰川也不会慢慢的融化。 这故事也告诉人类, 必须停止对动物的伤害。 好多真心的动物都要面临绝灭了, 人类与动植物应该和平共处, 共享地球这个美丽的大家园吧。 后面还有彩蛋了, 版圈的问题播一下段给大家看吧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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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订阅